打著反共旗號 流亡美國的中共富商郭文貴 去年在紐約被逮捕 根據美國司法部起訴文件 他利用反共聲望 獲得大量網友支持 郭文貴向粉絲喊話 跟他一起投資加密貨幣 保證肯定賺錢 籌集超過10億美元 還宣稱部分資金會用來 兌付中國政府 但是郭文貴並沒有履行承諾 甚至把到手的錢移作私用 購買12.3億台幣的 紐澤西豪宅 11.4億台幣的遊艇 以及藍寶經理等豪華名車 涉嫌詐騙11美元 約台幣322億 我所有在海外的花銷 都是我在海外金融領域賺的錢 而且我擁有了世界上 所有人所追求的最好的東西 最好的房子 最好的遊艇 最好的升飛機 我現在只有一個理想 改變中國 郭文貴的徵印還有多次驚人爆料 激了不少台灣政客退降 接受性招待和金錢賄賂 以及稱國民黨七成叛台 呼籲清楚賣台賊 指控柯文哲跟中共對台 滲透核心軍委期半有密謀 但真實性令人存疑 我能活著坐在這裡相當不容易 從反共負上沦為美國接下球 新台曼哈頓聯邦法院宣判 12項刑事罪名9項成立 將在11月19日對郭文貴量刑 可能面臨數十年監禁 歡迎TV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